吃生猪血感染猪链球菌 泰国男子双腿截肢 爱吃猪血的朋友小心了 有些猪血制食品可能会致命 泰国一名男子Noparot 就是因为吃了遭到猪链球菌病院感染的猪血 导致双腿被截肢 泰国Carl Salt报导 这起事件是在泰国泼水节期间发生的 当时Noparot回到家乡参与庆典 在庆典研习上 他吃了凉拌生猪血 但之后他便开始感到身体不适 回到曼谷后 他开始感觉肌肉僵硬 手掌冰冷 他到医院就医 做了多种检验 医生发现他血液受到感染 病况开始恶化 不久后病人出现败血症 急性肾功能衰竭 呼吸困难 医生立刻为他急救 但24小时之内是关键 当时若病况没有改善 他就可能丧生 Noparot的脚趾感染发黑 双腿开始肾坏 医师建议他必须截肢 才能保住性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猪链球菌可能会经由 以摄氏70度以下 低温烹调的食物感染 也可能经由伤口感染 通常被感染三天后 会出现症状 包括发烧 恶心 头痛 关节痛等等 严重的话 还可能导致脑膜炎 奉劝大家 还是小心病虫口入 还能保住